像个古墓 小心小心 传说中的地狱之门 你听说过吗 一个让我在洞穴深处 不停摔跤的诡异洞穴 风洞 当地人对此洞都是弹之色变 传说原来这里是一片土地 是被一道闪电批出来的洞口 还有人试图吓到其中 一声轰鸣之声 将所有人全部吓出 从此这个洞就变得诡异而又神秘 里面深不见底的深渊 又会将我们带向何处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锁降其中 当地人说的风洞 里面还有一个树 听说这个树井 深不见底 现在我们来到了 这个东洞的洞口这个位置 这个里面来看一下 洞道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洞道 听这个当地老百姓说 它这个里面时不时会传出那种诡异的声音 还说里面有一个树井 深不见底 丢石头下去的话 一直都想到最后就没有声音了 这个洞口这株草长得非常的舒服 有点陡啊 有点陡啊 啊 这么陡的洞下来以后呢 它这个里面很多这种煤灰 看一下也证明它 注意证明它这个洞里面可能原来是 也有可能原来是一个熬销的基地 好大一根棕子石啊 这个棕子石起码有几十米高 二十来米的棕子石 现在我们正在整理熟销 马上下到这个下面 刚才扔石头试了一下 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两百米了 地下 老乡口中是说的地狱之门 咱们现在从这个地方马上开始下去 那个行军已经到老底下去了 我呢现在从顶上大概二十米的位置下来 来到这个位置呢 这个洞道里面非常的大 还一直往一直往下走的 行军也呢还继续往下开线 深不得 深不见底啊 继续从第二平台往下降 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这个第二平台的这个入口处 底下呢就是垂直90度了 从这个地方下去 看起来还是非常深邃的 看不到底 下面还有几十米的位置 马上到底了 还有最后一段 只差一步之遥了 马上到底了 下面非常的深邃 看到这洞天好大呀 现在呢我们从顶上已经下到这下面了 大概没有两百米 大概一百米左右 就到达了这个树井的底下 刚才就这样丝滑下来的 啊 往下面它就不走了 啊 啊 啊 算不是这样走的 嘿嘿 嘿嘿 像绿回墙一样的 像绿回墙一样的 反了一点 这个就是一些乱石堆 它这些石头我觉得应该是原来从顶上垮下来的 塌风下来的 底下呢 没有水 这么深的树井下面没有水 非常干燥 反而 它这些石头啊 非常的棒 进去烫一下里面还有一个动荡 这个路不好走啊 全是这种松泥 很松的 这个泥 泥土 哇 好松啊 他妈的一脚差距多深啊 好多这种泥 感觉有点像 像个古墓 你看一下 其实洞道还是挺宽大的 就是它这个 真没有洞啊 好像是没有洞道了 这边就是一个盲洞 不是水流冲刹下来了 你看 我现在到这个土堆顶上了 看一下 小心小心 哇靠 小心小心 有点吓人了这个 小心 爬方塌过了 等一下石头把你盖住了 哎呦没事没事 现在我往这边寄给大家拍一下 看一下底下 是个什么情况 大雪的时候在下面的水 应该是很深的 那这个水就在上面 已经掉了 烫烫了 这里是个大雪炮 往上爬 这边没有洞道了 我现在要到达整个洞道的全貌 看一下 哇靠 太滑了这个 太滑了这个 从这里看上去到这里都好高啊 哇整个洞里就是一个大内风 这就是一个水流通过的地方嘛 这里应该是 哦里面很窄 人进不去 骨头都碎片 我看一下 一个 放 有没有小点的灯 这个石头是很漂亮啊 这个是骨头 已经浴化了 浴化了 确实浴化了 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天坑底下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看一下这个洞口 像不像一个鲨鱼的嘴巴 好了 关于这个风洞呢 咱们今天 就已经探完了 所有队员呢 也安全出洞 咱们的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上 600元这三个字是看得很清楚的 一群上进天梁杀人劫财的土匪 盘踞此地多年 还坐着贩卖人口的勾当 后来这群土匪被一举歼灭 全部隐命洞中 从此这个洞出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很多放流的过路的都不敢靠近此洞 当地还请过高人在洞中做法 为镇压洞中邪灵 还将陶木令和镇魂灵 永久封印洞中 而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充满神秘的土匪洞 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揭开这土匪洞神秘的面纱 据说当年这群土匪 后来也被 灭掉以后 这个洞里面就时不时的 会传出一些怪异的声音 然后当地的老百姓 他们都不敢进入 下雨的话 从这个崖岭山应该是有一道步步下来的 一直到这个底下 非常高 我们约是靠近这个洞口的位置 它这个路 越发的特别险要 从这个底下扑手盘爬上来 看一下 每一步 都是非常艰难的 过来以后发现了 这个很大的一个石墙 看一下 这个是原来的这种防御公式 这个石墙非常的大 但是它这个没有经过 没有经过土的联合 它就是用这个石头 这样一层一层抹起来 这里边做了一个门洞 这个门洞看着是摇摇一坠的 我们赶快赶紧通过这个地方 来到顶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下面的场景 是一览无云 非常的 视野非常的开阔 这个地方确实 做一个土匪的盘踢地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看一下整个石墙 和这个载门修得是非常好的 都是用这种站子打锅的调食 这样放上去的 堆上去的 我这里有蜡条 蜡条 这里有个小蜡条 看一下 能看得清吗 非常庞大的一个洞口 也是非常高 从我们这个顶上这个洞口 到这个底下的话 大概我估计都有 100米的悬空 地上呢有一些玉米湖 它这个原来在里面居住的人 应该都是靠着这些东西来生存的 看一下玉米湖这些都有 全是地骨牛 看一下 我们这里叫地骨牛 有的又叫金沙牛 里面那边叫什么 咱们可以评论去打一下 这种稻骨 稻骨的骨壳 看到没有 这全是稻骨 应该当初它这个里面的人 离开这个洞的时候走的是非常急的 你看这些稻骨 有的都还有 还有米 要不要有 有的里面都还有米 应该是被动物啃食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都是这种稻骨壳 看着这么雄伟的载门 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 当初他们修建这个 你看上面的石头 起码最大的我估计是已经上千斤了 原来他们这些人不知道是怎么样 把这个石 这些这么大的条石 搬运到这个城墙上面去的 非常大上面的条石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原来做的有门的 这上面呢 就是一些条石 加一些碎石块 粘缝 然后里面这些呢 都是山河土 它这个看一下 全是用这种山河土勾缝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队窝 就是原来用了可米 可辣椒 可面粉 这类似都会用的 这个东西 咱们在上面呢 还有一堵小的石墙 它这个明显是原来的 在这个地方就像 我们现在的沙子一样 整个地面上 它这个就像一堆沙子 在这个地方 我估计是原来就是用来修建这个石墙 没有用完了 这种一堆 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城墙的这个 外部啊 外面这个破坏 它正严实一个 修了一个尖角 这个地方是 应该是便于观察下面的情况 看一下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第四角 从这个地方这样看下去的话 它这个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下面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它都是 第一时间能看到 相对来说应该是三层 哎呀 再上一层的话 我估计老江说的是真的 这个洞里面在里面做个法式哈 看一下 它这个确实有很多这种鞭炮制 这个鞭炮的质量非常多 满地都是 能看得到吧 这些 还可以看到原来在这个地方 做个法式这个应该是真实的 满地的地方被烟熏 点了烟还有这些残箱 还有这些残箱很多 哎 这里有个袋子 我看一下 里面有是空袋子吧 哎 有东西啊 啊 有东西啊 好像这袋子里面有东西啊 哦 快来看 哇 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法器 就是说的法器了 就这个东西 这难道真的是法器吗 有多少个铁片吗 这是一 二 三 哦 这里面还有个令牌 它在铁片 哇 这里面还有个令牌 上面有字吗 有 翻过来看一下 但是这个字我们不认识 它这个是 那种符文 符文哈 这个只能到家认识 这应该是一个印章 上面的字很多看不清楚了 哇 哇 这真有这个 确实这里面做过法说 那里面原来做过法式 是镇压 镇压什么东西的 我们还是给它放回去吧 还有什么东西呢 没了 没了 就这两样东西 这个是一个法器 这前面像是一把剑 然后后面是一个环 中间有八个铁片 这里是红布 然后这边有一个令牌 这上面 应该画的有那种符文之类的东西 放回去了 咱们给它放回去 不要去动它 你在哪里拿出来的 就这里 放回原位吧 不要去动它 不要去动这些东西 是吧 我们放回去了 这边花了什么 有字了 有字了 有一首诗 我们在这个第三层呢 确实发现了一篇文章 写的是 以卯年6月27日 被匪拉去 许明清 读什么 三匪 三匪 三人匪 这六百元 这三个字是看得很清楚的 六百元 然后 这边呢 是几个人的名字 少女 少女 唐少全 唐少金吧 唐少金还是唐少全 在六桶在卖的 哈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证据 字据哈 当前的一个知觉 不是 蚂蚂是半圈 你们是没见过的 我见过的 蚂蚂是半圈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 你来解释一下 你来普及一下 夹妈汉的叫夹妈子 就是放在脚上面防滑的 对了 对了 你咋这么臭 原来这不是麻长 这是人长 对啊 以前的山高路伐 你看有没有公路的时候 那个土匪走路的时候 它都会这样的 看这有两个袋 它是这样的 有道理有道理 这算叫它方滑的 方滑的这个 对对对 以前的人确实很聪明 叫叫我妈子 我们看 不然 这整个石头啊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佛像 在这个地方盘械而坐 里面的洞道呢 还是改变非常的宽大 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进入这个 洞道内部 这地方来探索一下 里面究竟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咱们视目一带 看看里面 究竟还会发现什么新的东西 这个里面呢 明显就是有一个 熬消的空间 这个呢 是他们之前在里面 有人进来点的火宝 明显是被人开着过的 上面有很多这种站纹 用站着打的这种站纹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 狭小的东道 往里面走 进来以后呢 又发现了 这个空间又变大了 感觉下面又是一个大空间 好大空间 空间大得很 哎呦 这里又有 这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哎 发财了发财了 可能真的是一个勋章 哦 这个什么呀 啊 赢的吗 有点像赢的呢 嗯 哎呦 彩蛋嘛 这个拿也在过去没有这个工艺 没有这个工艺 哈哈哈 数字的 应该是现代东西啊 对对对 里面的空间呢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大空间 哇 这里还有条路往上走 看一下 啊 发现一个地道 一个和跑哥说呢 这前面发现了一个地道 打不打 上哪去吧 嗯 哇 哎呦 这个是人工开脑的 这个地道 有点窄 哎呦 哦 这里要爬了 哇 不爬过不去 哇 哎啊 过来以后呢 他这边空间稍微大一点了 但是 还是很矮 不能撑腰 这些呢都是被雪水淹没过 然后形成了这种泥土的结块 看一下 前面冬道的话 倒是变宽大了一点 一个呢 怎么看不到一个了 进来以后一个去哪里 我这里还有一个地洞 又是一个地洞 又是一个地洞往里面爬 一个地洞 往里面爬 往里面爬 继续往里面爬 哇 哇 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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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怎么爬着爬着乙哥 不见乙哥的踪影了 乙哥 哇 这里有头这个石头啊 哇塞 这个像水晶式的这个石头 但是它这个是方解石 经过了两个地洞的方法呢 然后又到了一个大一点的一个空间 看一下 它这个 明显原来好像是一个水道 一个流水的通道 不知道能通往通降何处 它都是这种 洞腔不高 但是人能在里面直立行走 现在通向的这个地方是 来了 这里面分成上下两个动不大 乙哥兰在下面那个位置 因为它过来以后就走得非常快 我在那里叫它应该是没听见 是 它这个应该属于冰州石 只不过说是近度没那么近 很多 中日石都被敲掉了 这里面 那这个普通人是完全能够进来的 所以说它这个里面被破坏的很严重 像我们进的那些深井的话 悬崖的话 别人去不了 它就能保持那种原生态 你看这些到处都被敲断了 它这个应该是开采这种石头的人 进来敲的这个石头 很可惜 里面被敲的乱七八糟 没路了 到头了 到头了 最后这里是一个大厅 最后这个大厅到这里的话 一个说在下面已经没有路了 这个洞很长 住个三万人是没问题的 我们现在决定原路返回 这里 这里叫仙人洞 因为现在才得知 它这个上面有文字记者 这个洞叫仙人洞 然后这关于这个洞的传说呢 说是当初的是 一伙土匪把这个地主家的女儿 抢到这个 就是绑架的这个洞 洞穴里面来 叫这个地主家拿了六百块大洋来输 然后这个地主家没有拿了 又把他这个女儿卖到了六筒去 上面有文字记载 它其实记载的是 当初应该是被抢了三个人进来 而不是一个 所以这个洞呢 今天我们就探到这里了 好 咱们下期呢 不见不散 拜拜 真有巨人头骨 这是中面边境的巨园天坑 传说有仙家在此练丹 满地的废弃弹药还清晰可见 像弹药似的你看满地都是 后来当地有人在里面熬 看见了长伐巨人 当场被吓出来 从此 这巨园天坑在当地 视为境地 当地村民无一人敢靠近 而今天我们要去的 就是这个被当地 村民视为境地的巨园天坑 当我们进入其中后 发现的一切 将是你无法想象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巨人天坑的顶上 它这个天坑呈现一个漏斗形 因为之前他们有一批探险者 已经来过了 然后是听他们介绍 这一次我们组织了六人 今天来到了这个南昌江上游 的这个巨人天坑 咱们继续进入这个天坑 继续探索 集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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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吗 真有 真有巨人头骨吗 哇 这么大个头骨 这是外星人的头骨 你看 哇 这真是巨人的头骨啊 你看这么大 比我的头还大 好大一个头骨 那个老头说的巨人的骨头就是这个 你看他这个眼睛好大 哎 没动啊 这边走了一两公里就没动了 这个地方就没有动到 哇 我发现这个是什么 这个什么晶体 圣布化石 也不像啊 很漂亮 这个 这个石头很漂亮 说圣布化石也不像 那个晶体很亮 看 我剪了几个 这种里面有丝状性的这种结构 但是 很透 有点像那个 电器石还是什么的那种 有点像石棉的那种结晶 好了 我们从最右面这个洞道出来了 现在 现在准备进入 左面的第二个洞道 咱们接着往那边的洞道走 白米天坑下的巨人头骨 千秋田满地弹药 东荒中 石棺材 你见过吗 上集我们经过150米神降 成功抵达坑底 在第一洞道也见证了 传说中的巨人头骨 可传说不止于此 说里面还有千秋田 满地弹药 东荒中和石棺材 这么多神秘传说 也引起了我们所有人的好奇之心 更加没法停下我们探险的脚步 紧接上集视频 跟随我们的镜头 继续深入这巨人天坑 一探究竟 我指的是下面这个洞道 哇塞 好大的洞道啊 往下面这个洞道呢 明显它是一个落水洞 看一下 它这些都是被冲的乱七八糟的 就像是一样的 像是一样的 这些洞道 我把洞道的轮廓 而让它是一样的 而那些洞道 你不能拿来 像是一样的 就像是一样的 像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一样的 下断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我们选择从这个跟着这个水路往里面走 怎么样 它这个很深啊 很深咯 轻轻掉下去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切开开 Contact baik 参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薄薄的漂浮 里面怎么样 里面葱花粉 这个过了以后又是比喻冬天 看一下里面这个水很舒服 里面没有路了是吧 里面没路了 那我就不过来了 先转回 好 那我们现在就演了 这两树水好漂亮啊 你看 你这样看着的话 它这个水柱是不动的 要一直在底下 你才能看到它有动的现象 水底下这个石头全是白色的 全是白色的 这双水清石的话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看一下这些盖画石真的很漂亮 然后下来以后呢 哇这个太闪了 哇这个真梦幻 要把这个灯关掉 看一下 哇塞这个好梦幻啊 哇这就是老乡说的闪着金光的大钟 哇钻石钻石 感觉像 哇塞这个太漂亮了 太梦幻了这个 有点让人目不暇接 哇这个动听太大了这个 底下不知道通往何处啊 今天我的相机 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电 我估计这个动录不完 看一下它这个整个地下通道的话 都是由这种盖画石形所形成的 整片非常大的洞道 哇塞这个钟头石好大 哇上面全是金光灿灿的 看一下 哇 又是这种 你看漂亮漂亮 真的很漂亮这种 我最喜欢看到这种 这种场景非常的美 有如这种宇宙星空似的 让人感觉目不暇接 哇太美了 看 整个打到钟头石上面 顶上全是星光灿灿的 这里呢又出现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钟头石 顶天立地的 看 就像男人一样要顶天立地 里面这些水池都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热天来玩水很舒服 这里面 我们来到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 从跟着这个盖画棉下来来到这里面 它这个水从这里消失了 那边是没有水的 从这个地方下去以后呢 从那边还有很大的洞道 咱们再继续过去看一下 这个水再来到位置消失了 然后动到的话呢 还一直往里面延伸 具体的话 究竟能通向何处 咱们谁也不知道 只能借着往里面走 又变大了 这边又宽得很 它本来就连在一起的 往下面 还是往下面走的 对 哇 顶上万剑穿心 看一下 哇靠这些利剑 哇 利剑 这些利剑 这些利剑 钓一个根在头 再来 那些利剑 更多的 不要再来 这些利剑 就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頤鶴莲不老 一直跟着过去看一下 乙哥下去以后呢 他说下面好像没有冻到了 没有冻到的话 咱们就这样回去了 我们现在 已经在往回来的路上了 这个地方看到 能看到洞口 但是实际离洞口还很远 因为他这个洞道大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巨人天坑 咱们就探完了 所有队员呢 全部安全到达这个天坑顶上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的 大家下期不见不散